两个蛤蟆的故事 这里要讲的是两个蛤蟆的故事 有一个小孩 他妈妈事情很多 没有时间照顾他 但为了不让他乱走 就在每天下午 给他一小碗牛奶和一些面包 让他坐在院子里慢慢地吃 每当他开始吃的时候 墙里的一个小洞 就会钻出一只蛤蟆 跳到小孩身边 把他的小脑袋伸进盘子里 同他一起吃 小孩有了这个玩伴 心里很高兴 只要他端着小盘子 坐在院子里 但蛤蟆没有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高声地唱 小蛤蟆 小蛤蟆 快出来 到这里来 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吃点面包 喝点奶 吃喝好 精神好 身体好 唱着唱着 那只可爱的蛤蟆 会急忙跳出来 津津有味地和小孩一起吃起来 为了表示他对小孩的谢意 蛤蟆从他居住的洞里 搬出了他珍藏的宝物 宝石呀 珍珠呀 还有用金子做的玩具呀 应有尽有 很奇怪的是 蛤蟆每次都只喝牛奶 不吃面包渣 一天 蛤蟆和小孩一起吃东西的时候 小孩就用他的小勺子 轻轻地敲了敲蛤蟆的脑袋说 小家伙 你也得吃点面包渣呀 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 听见小孩在和谁说话 就往外看 看见小孩正用勺子敲一只蛤蟆 妈妈怕小孩弄脏衣服 就抄起一根木棍跑出去 把那只善良的小生铃给打死了 从那以后 可怜的小孩就发生了变化 以前那只蛤蟆和它一同吃东西的时候 它长得又高又壮 可现在 它红红的脸蛋 开始变得苍白起来 而且越来越瘦 不久 不吉祥的送灶鸟 在夜里开始哭丧 一种叫做 红胸渠的鸟儿 先来树枝和树叶 编成了一个花圈 没过多长的时间 这个小孩就死了 第二个关于蛤蟆的故事 有一个孤儿 坐在城墙边访线 访呀 访呀 突然 它看见一只蛤蟆 从城墙下面的一个洞里爬了出来 据说蛤蟆十分地喜欢蓝色手帕 经常要爬到上面 它很快地就将一块蓝色手帕 在蛤蟆旁边铺开 说来也怪 这只蛤蟆一看见手帕 就急忙地跳回洞里 不一会儿 它就取出一个小小的金黄冠 放到手帕上 然后又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小姑娘拿起黄冠 只见黄冠闪着金光 是用细细的金线织成的 不一会儿 那只蛤蟆就回来了 见到黄冠不在了 它朝墙爬去 绝望地用小小的脑袋撞墙 撞呀撞呀 直至最后 头破血流 倒地而死了 如果那个小姑娘 不把黄冠拿起来 而是让它留在那里 蛤蟆一定会从洞里 取出更多的宝贝来给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